我已經在你們不知道的情況下來了20次了 曾子祺偷視台灣這一位自卸秘密計劃 嚇大家 曾子祺擔任台北時裝周表演嘉賓其實他早就偷偷來好幾次了 我今天玩不來台北了 我已經在你們不知道的情況下玩了好幾次了 我已經在那邊拍了好多MV了 吃了好多東西 然後你再換一次 被你發現了 我昨天又去買那個飯場 永遠都有這樣到啊 你想去哪裡拍啊 MV在棚裡面啊 我再透露一些我之前去的屏東拍業啊 我真的想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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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那些會說富裕腳花嘴巴都不用動耶 對我來說我第一次參加台北時裝周 首先是一個新鮮的事情 然後第二就是今天也有一些好朋友在現場 比方說Nick說他好也在嘛 那我自從去年跟他在同一個戰隊裡面比完賽之後呢 我就好久都沒有真人見過他了 我們一直都在微信上面共通 好我也在這邊要拍MV 所以我我我準備就是不久的將來要surprise一下大家 是單曲嗎 是完整的東西 完整的真的 其實在不久的將來 大家就可以聽到一首新歌了 那今天你的跨年的感覺是什麼 我好像有一個跨年的活動 可是我先不公布 因為因為這個就留給大會去公布 這是到台北的啊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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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年底的跨年 不是年底的跨年 是十二個中的跨年 跨年還有很多年中喔 我是給他農藝新年 農藝的中文學姐 農藝的中文學姐 原來不是十二月的跨年 既然是時尚活動便來談談他的穿搭囉 師傅女可以追求一些必備的時尚 牛仔褲 球鞋是必須的 那牛仔褲不會洗 你看 不太洗 我媽常常會偷偷拿去洗 然後我都會覺得 你怎麼又拿去洗了 我就是不想要去洗它 有一些質感呢 你洗了就不對了 就是我想要把它留著 就是好像很殘舊 就是你千萬別去碰它 你就讓它就那個樣子吧 就是舊舊的 然後折到就是你千萬別去燙我的 你會殘舊 每次到冬天的時候 我都會買好幾條不同款式的一個圍巾 然後我家裡有很多 很多圍巾 兩人會 你不去戴它 你去看看它 你就讓你看看 你把圍巾當孩子照顧的意思吧 她身為音樂創作人 也給所有包含設計師等創作者建議 我自己是認為就是 作為一個藝術師 就不只是音樂的藝術師 你肯定是有一些觀點 是其他人沒有的 你才要去透過你的設計去表達出來 所以你百分之百的忠於自己 百分之百的誠實去表達你自己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就是獨一無二的 只要你可以保持 不要被紅油去衝動你自己的真實感的時候 你耐心的等待 你是會有出頭天的 是 是